就在昨天 Toyota 泰国正式发布了第四代的 Vios 这一次第四代的 Vios 在外观跟内装的细节部分进行了非常非常大的升级 所以跟第三代的车型完全是不一样 尤其是内装的质感进步非常非常的多 你是不是在期待这一款车呢?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第四代的 Toyota Vios 在泰国叫做 Yaris Active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目前在马来西亚贩售的 Vios 在泰国贩售的 Yaris Active 是朝2013年发布一直卖到现在 前后已经有10年了 在这10年期间 原厂都一直通过小改款升级版来增加它的销售寿命 所以我们会有不同的代号来称为不同年级阶段的 Vios 例如说 2016 年更换引擎的版本我们叫做 3.25 2019 年的大幅度小改款我们叫做 3.5 而目前在贩售的车型呢 我们叫做 3.75 而在经过了这整10年 它终于进化到了第四代 实际上第四代的车型并不是由 Toyota 自行开发 而是交给它的子公司 Daihatsu 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开发代号会叫做 D92A 我们看回前三代的 Vios 因为都是 Toyota 自己开发的关系 所以它的开发代号都是 SPE 第一代叫做 SP40 第二代叫做 SP90 第三代叫做 SP150 而在第四代就变成了 D 这个 D 代表的就是 Daihatsu 第四代的 Vios 采用全新的 DNGA Dihatsu 的全球架构打造 不过它是专门用 B-Segment 车款的平台 也就是说这个新一代的 Vios 其实它跟这个 Elza 跟 Veloz 是同一个平台打造 同时它的车身尺碼也有一定程度的放大 轴距从上一代车型的 2550mm 进化到了 2620mm 这个轴距比起 City 还要长 20mm 跟这个 Almera 是同级的 你千万不要小看新一代的 Vios 的轴距 只比上一代车型大了 70mm 你先想一下 如果你的女朋友穿了一个高 70mm 的高跟鞋 搞不好它就比你高了 对不对 可是我们看这个车身长度的话 新一代的 Vios 它的车身尺碼是短过旧一代的 Vios 甚至比起 City 跟 Almera 还要短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 我们不知道 不过它怎样都还是长过这个 Masa 2 Serain 还有 Proton Persona 所以我们相信在走距加大 宽度加大 虽然车身尺碼有一点缩短的情况下 它的车身空间表现应该会比起上一代的 Vios 还要好不少 因为很多人都买 Vios 当家庭车嘛 如果空间太小的话 就好像有点收不过去 至于在外观细节的部分呢 有一些泰国的网友细称 Vios 为 Corolla Autist 的 Facelift 因为它们的外观真的很像 我个人最喜欢这个新一代 Vios 的头灯组 当它的这个方向灯亮起的时候 整个头灯组非常非常的精致 至于在尾部呢 则是比较方针 而且采用了这个 3D LED 光调的设计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尾灯的这个方向灯呢 是 Series 的设计 也就是我们俗产的流水灯 夜晚如果你开启这个方向灯的话 它的视觉效果会很出色 另外 如果我们从车侧望去 这辆车的整体视觉效果其实会比较接近 Fastback 也有一些泰国网友表示它很像 Series FE 至于像不像就交给各位网友自行去评断呢 至于在内装的部分 从一开始原厂公布这个预告图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很像 Mazda 而且它采用了这个极具比较少见的红色内装设计 当然它其实是双色 只是红色的面积比较大 从照片看来这个内装的质感其实是非常的不错 而且是真的是 B-Segment 同级少有的内装质感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它的这个内装设计跟 Artiva 还有 Elza 有点类似 其实这个是事实啦 因为它们都是采用这个 DNGA 平台打造 所以很多的部件 很多的零件 其实都是共享的 就例如说这个方向盘 然后这一个仪表 然后这个排档杆 基本上它们都是公用设计 所以有相似度不奇怪 不过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中央的独立式的触屏主机 这个触屏主机的尺寸很大 而且并不是采用电视机的设计 虽然我本身不是很在意这个电视机设计啦 然后这个触屏主机同样的也支援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在顶级版的车型它还有电子手刹车 如果你买到是比较入门的版本 当然使用的还是传统的手刹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内装设计有什么看法 但是如果以 B-Segment 的车款来说 可以做到这样子的程度 基本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的 然后这个内装设计还有一点我很喜欢的 就是它的这个双层式的设计 确实跟 Massa Tree 很像 而且层次感丰富了起来之后 你的视觉效果也会更好 因为我们开车 外观也是看不到的 你对最多的就是内装对不对 然后根据一些网络上面流传的照片呢 这个 Vios 的后座空间非常的大 而且它有着一个冷气出风口 重点是那个现在 Vios 车款很怪的那个 Armrest Design 被更改了 所以不会再出现那个乖乖的 Armrest 我觉得这个是还不错的改进 接下来就是要讲安全配备的部分 因为目前的 Vios 已经有了部分 Toyota Sensitive Zen 的功能 所以新一代的 Vios 那里可能没有 对不对 它的这个安全配备我基本上觉得 还是相当的丰富 例如一些常见的安全配备 基本上都可以在这辆车上面看得到 例如全方撞击一紧 自动紧急刹车 车侧盲点侦测 倒车盲点侦测 等等你都可以在这款车上面看到 另外它还有几个比较特别的功能 一个就是 360 度的环琴摄像 这个应该是同级距的车款里面比较少见的 接下来它还有这个 带 Stop & Go 功能的 主动式定速寻常 这个就比较特别的 因为目前 B Segment 的车款 确实很多有这个 SCC 但是支援这个 Stop & Go 功能呢 就比较少 不过我相信这个 Vios 的 Stop & Go SCC 其实跟 Elza 的一样 它并不是正统的 SCC 因为有时候在完全停止的状况下 你还是需要按这个 Button 来让它进行继续驾驶的 虽然说它跟正统的 Stop & Go SCC 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不过我觉得好过没有 这个功能还是值得称赞的 不过当然呢 这个功能也是比较顶级的版本才会出现 接下来就是这个安全系统 六气囊 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斜坡起步辅助系统等等 在这辆车上面同样的也是看得到 引擎的部分 目前官方只公布了这个 Yaris Active 也就是泰国版本 Vios 的引擎配置 采用的还是熟悉的 1.2L 4缸 RAWi VTi 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是 94PS 大概是 92 HP 左右 峰值能力表现 110 Nm 匹配 CVTi 变速箱 泰国版本采用这个引擎是因为 泰国有这个 Eco Car 法规 你要使用 Downside Engine 并且达到一定程度的油耗表现 你才可以获得泰国政府的税务减免 因为这个 Yaris Active 获得了泰国政府的 Eco Car 认证 所以它在泰国的起步售价 大概是 62,000 令吉左右 听起来很便宜对不对 但是代价就是引擎比较小 比较没有力 至于在马来西亚市场 会采用什么引擎配置呢 我们个人猜测 它应该会采用跟 Elza 一样的 1.5 公升 RUVTi 自然进气引擎 加上 DCVT 变速箱 采用了这个动力配置之后 这辆车的加速表现 应该会非常值得期待 因为我之前演技开的这个 Elza 嘛 大家都知道 然后这个 Elza 的动力表现 给我确实会有惊艳到我 它虽然说称不上很有力 但是对于 Elza 这样尺寸的车款来说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而在 Vios 这个车身尺码更小 车重更轻的车款上面 它的加速表现应该会还蛮值得期待 不过呢我们也有听到传闻 就是 Vios 可能会有搭买 这个 1.2 公升涡轮增压引擎的可能性 大家觉得这个涡轮增压引擎如果来的话 会卖多少钱 不过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应该还是会比较 prefer 这个 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因为油耗低 然后这个保养简单 才是 Toyota 最大的卖点 至于最后就是要讲到 马来西亚的上市时间 其实目前还没有消息 马来西亚其实会上市啦 因为毕竟这辆车刚刚才发布 不过我相信今年应该是没有希望了 因为现在都已经 8 月了 所以我们预测明年的 First Half 也就是上半年最有可能会看到这款车 至于这款车的售价 我相信应该还是会非常有竞争力的 不过接下来就要看 UMW Toyota 怎么做 如果泰国版本的配置 完整的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加上搭配这个 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这款车真的很有可能会回到 V-Segment 之王的宝座 不过大家对于配备这方面应该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其实有一个小秘密 就是马来西亚目前在发售的 Vios 呢 基本上配置是东南亚市场里面最好的 泰国跟印尼版本的配置都没有我们好 所以未来这个 Vios 的配备还是值得期待的 好啦如果你们对这个新一代的 Vios 有什么看法 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最后记得按赞订阅 然后分享我们的影片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见 拜拜